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要你找X的value 然后它告诉我PQPR都是它的tangent to the circle 首先我们知道它是tangent to the circle的时候 这边是90度 这边也是90度 就是说我从radius下来都是90度 那么我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这一边 我找这一个角度 它会是等于360度减掉38度 再减掉两个90度 因为我这一边它是一个PQOR的四边形 PQOR的四边形 所以360减掉180减掉38 我拿到的是142度 所以这一边它是142度 然后我知道这个是radius 这个也是radius 所以我第二个步骤其实我是找这一边 这个是我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说我in我的三角形QRO里面 因为我知道这两边 因为我知道这两边等要对等角 OK 所以这个角度我给它一个名字Y吧 OK 这边也是Y吧 所以我的Y会是180度减掉142度 再除以2 所以它是36 38除2 是19度 OK 我用计算机来按一下 确定一下 19度 对 它这边是19度 所以我的X呢 它是这三个加起来会是90度 所以我的第三个步骤呢 我的X会是90度减20度 再减19度 所以我的90减39 我拿到的是51度 所以答案是51度